哼哼哼 好的應該差不多了 哼哼 嗨各位午安哦 今天很冰時性的開台 主要是因為 鐵拳 TWT Taken World Tour 是鐵拳世界巡迴賽的線上對戰即將開塔 確實是線上賽部分要開始 那現場賽的部分 如果你是快打玩家的話 之前有在參加快打5 他們自己CBD的現場賽的話 或許你會很熟悉 那如果你來到鐵群這邊 我相信應該他規則大概盤盤就懂了 可是對鐵群玩家來講是非常陌生 因為鐵...確實 其實今年才開始類似像這樣 類似CBD的一個 進行的一個基地巡魔賽的方式 還有現場賽的部分 有點小聲嗎? 有點小聲嗎? 我講話聲音有點小聲嗎? 對不起 嗨TES 嗨嗨嗨TES TES TES 嗨TES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請問這樣有沒有稍微好一點? 那請大家再幫我聽一下喔 那請大家再幫我聽一下喔 難道是我該換麥克風了嗎? 有大聲一點的齁 好OK 那麥克風給大家稍微對準一下齁 我可以開到最緊繃啊 好那... 我們就... 不要廢話多說齁 我先把那個網頁貼給大家 那請... 就是大家... 帶著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為... 線上賽齁 不是那麽的... 簡單 音樂太大聲齁 音樂太大聲齁 音樂太大聲... 我看我這邊... 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這樣有嗎? 這樣要好一點嗎? 我一把... 那個... 遊戲聲音調一半了齁 這樣OK嗎? 請問這樣可以嗎? OK了齁 好...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這個網頁吧 好 是怎樣? 他不讓我往下滑 看到鬼 有了 來吧齁 我們大概... 大概履歷一下就好 很快 現在... 線上就在即將開打齁 齁 那...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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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itch... 跟... Label Out... 所以他這次等於是找... Label Out那邊... 協助幫忙進行賽事的部分 那... 他這邊... 一個比較重要的... 他有分地區 他不是分三區 他分的區更細了 等一下再提到 另外... 他還有分平台 因為三個平台沒有辦法掛平台 好... 三個平台沒有辦法掛平台 好... 他這邊有想一下那個... 線上對戰的賽程表齁 齁 那我們其他地區就不看了 齁 我們只看我們自己的地區 就是東亞 齁 我們是東亞... 我們不是東南亞喔 我們是東亞齁 齁 他最下面有定義 齁 那...東亞的淘汰賽時間是9月10號 禮拜天 然後決賽是9月13號禮拜三 所以如果你確定你要參加這個線上賽 請你這兩天好 最好是請好假 把事情都排開 齁 齁 因為他時程都還沒有一個很詳細的公告 齁 齁 9月10號淘汰賽 9月13 決賽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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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規則這邊很重要 很重要 第一個 玩家只能在所在的地區進行比賽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去爆 什麼歐洲阿 還是東南亞阿 還是其他地區 不是屬於東亞地區 就是你想要爆其他國家的話 基本上是不允許的 基本上不允許 他們官方任務員一定知道你是哪個國家 一定知道 就算他不知道 就算你也得第一名好了 到時候如果說你真的有機會 你還能夠出去國外去參加基本賽 然後你真的打到前五名了 人家還是會看你的國籍 他還是會去看你的國籍 你是哪個國家 所以不要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就是選台灣就是東亞就是包東亞 玩家必須至少三名以上速度都廢話 玩家必須有效的smash.gg帳戶 這個等下說明 玩家必須能夠線上訪問 也就是說你要有PSN帳號 或是Xabar Lite帳號 那當然Steam這邊一定要有帳號 這兩邊都廢話 然後那個PSN要加那個 就是你要能夠去打線上才可以 那每個玩家只可使用一個 PSN帳號比賽 也就是說這三個平台你只能三選一 你不要告訴我你三個平台都要爆喔 他們官方會抓 官方會抓 不要鬧 你只能在一個平台 你只能選一個平台 這個要說明清楚 無線網路玩家 無線網路連線無法進行比賽 你不要跟我講說你要用手機分享 或是你家都是連WiFi 確保你家是用有線網路 確保你家是用有線網路 好 好報名 玩家可以在smash.gg斜線TWT Online這個網址上面 報名鐵拳世界巡迴賽的線上對戰 等下我們再一起進去報名 等下我們再進去報名 好參賽玩家 好這也不重要 雙敗淘汰 雙敗淘汰賽 雙敗淘汰賽 如果你之前常看我直播在進行的話 或是你常看賽事你就知道 就是有分勝步跟敗步 有分勝步跟敗步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打 你贏了贏了 可是後來輸了 你還會有掉到敗步 那敗步那邊賽神 你要去看 敗步那邊賽神你要去看 好 然後敗主決賽和最佳五強總決賽選取前三強 這個就看他到時候賽事怎麼講得更清楚 我覺得他這樣講 我就聽得多點很模糊 好 比賽詳細日成參越賽成表 日時間後續公佈 因為時間還沒到 所以趕快先去報名 各個平台 總決賽的時間與安排 這個就是看線上直播而已 那我們是東亞地區 所以我們的時間就是在 決賽他會安排在 7點到10點這個時段看你選的平台 看你選的平台 OK 好 他有講 決賽在 teach.tv鐵拳頻道上直播 就是teach.tv 斜線 那個頻道 就是鐵拳官方頻道 好 好 積分獎勵 淘汰賽排名前八強的玩家 他將獲得幾分 規則如下 第一名七十 第二名四十五 第三名二十五 第四名十分 並列五名五分 並列七名一分 因為他這個講的是淘汰賽 也就是說你在打淘汰賽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盡量先去搶 不然就是他打錯字 他應該是講說 就是你最後決賽得到的幾分 就是這一些 然後另外就是他有分三個平台 所以會有三組幾分 好 比賽規則 線上賽須遵循於鐵拳 四位選擇賽實體比賽相同的比賽規則 一樣就是三個燈 60秒 場地隨機 我跟你講你在選場地的時候 就是選隨機 那如果說 因為官方那邊他可能會邀請 兩位進來他的房間 然後看兩位在打 如果說有詳細一些狀況 你要是被人家擠圖或幹嘛 人家是可以去反應的 所以這規則最好是好好遵守 好 連線問題 這接下來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玩家們無法互相連線 在比賽中 比賽失敗次數最少的玩家 將進入勝者淘汰賽 在平局的情況 一名玩家 將落入敗者淘汰賽 而另外一名玩家 進擊勝者淘汰賽 如果輸掉下一場比賽 兩名玩家將落入敗者淘汰賽 這個說明規則 我等一下查一下英文 好 下一句 在發生連線問題的情況下 玩家應該聯繫比賽管理員 LVLLC 以查看情況 就是他們的管理員 好 爭議申訴處理 我先講關於剛剛那一個好了 基本上你就是要正常連線啦 你不要濫線 你不要濫線去人家比賽 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你就是要正常連線 你平常上去打RANK 或是開訪再加連線 你出現有問題的情況是少的 就沒關係 就是都很正常 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OK 好 這邊有寫 爭議申訴處理 如果出現爭議情況 玩家可向線上管理員 就是這個管理員 LVLLCC 提交截圖 或分享視頻片段 提出申訴 以例審查 好 這個呢 還是一句老話 你不要濫線 嗨安安 第二個就是說 你必須 如果說你是PS4 X8我不曉得 PS4 它會有自動錄影的一些相關功能 你可以去Google搜尋一下 它都有一些說明跟解析 看怎麼錄影 那Steam的話 你要看Steam網路上有沒有教學 說Steam的影片要怎麼 你遊玩的內容要怎麼去錄下來 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就這麼一次而已 今年就這麼一次 一次而已 你就好好把它處理好吧 你就錄影錄下來 以防說 對方如果濫線 或是對方拔線 類似這種情況的 你有證據 確保你自己的權益 確保你自己的權益 所以最好是錄下來 如果到時候我比的話 我可能會 不一定會開直播 我如果開直播 我就一定會有錄影 那如果我沒開直播 我至少也會用截取的方式 把畫面截取下來 那至少可以判斷出來 到底是誰濫線 到底什麼情況之類的 好 取消資格 如果玩家 會在規定比賽開始時間的 十分鐘內報到 你就算輸了 沒有十分鐘內報到 你就算輸了 如果玩家在敗部的時候 缺席或遲到 你就直接取消資格 直接取消資格 好 比賽期間 任何不遵守鐵拳 世界巡迴賽規則的玩家 都將有LV2LC 裁定是否取消資格 那線上對戰流程指南 哈哈 等一下進去應該是英文 我等一下來看一下 好 賽區分佈 直接看最下面 接餅 欸欸欸 等一下 他不讓我選擇 不行 好吧 那就算了 這邊 東亞地區是 中國 香港 日本 澳門 蒙古 韓國 台灣 所以很不幸的 拍謝 我們跟全世界最硬的兩個國家 排在一起 我們跟全世界最硬的兩個國家 排在一起 哇 其他國家真是看起來很幸福的樣子 不過這樣也好啦 這樣我才知道說 哇 自己實際到哪邊 好 所以我們是選東亞喔 不是東南亞喔 好 東南亞的話 呃 呵呵呵呵 就是這樣 好 東南亞 東南亞他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新加坡 泰國和越南 好 如果說你真的去包包 偷偷去抱東南亞 我覺得線上官方還是會抓他 所以不要鬧 不要鬧 好 好 比賽規則這邊 我們來點進去看看 因為我還沒點進去看 看一下他長什麼樣子 阿英文 可能 英文的話 其實這個規則對不對 呃 這規則之前好像就 就有過的樣子 我記得 之前那個官方就可以看了齁 反正其實規則應該就差不多是那樣 呃 我們可能就 等中文翻譯出來再看 好 之前我有請網友 中文大概中文翻譯過啦 阿我大概看一下 其實就等你 在看人家國際在比賽 一些賽事的部分 狀況 應該都是一樣 應該都是一樣 好 阿這個有沒有辦法讓我回上頁 好沒辦法讓我回上頁 好 我就知道再複製一次網址 而且線上賽資訊喔 是今天才出來 好 今天才出來 有夠擠 非常擠 好回到剛剛的頁面喔 欸 等我一下 網頁跳掉 好 等一下 進去報名 然後 我看一下他這邊寫的線上 線上 賽的流程指南 他這邊應該可能也是英文 好啦 點進去看看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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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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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LU 你必須滿13歲 好 不重要 看一下喔 有沒有提到什麼重要 重要有在講喔 不重要不講 跟東南亞打會爛線 真的阿 沒騙大家 他可以直接撥簡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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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眼 你必須要賬號 廢話 你必須要買13歲 好 你必須要選在你自己的國家 你必須要3M 3A的速度以上 這個跟剛剛都一樣 分區 好時間這個跟剛剛都一樣 Ranking Unline部分的話 第一名70 第二名45 第三名25 第四名10分 5到6 5分 7到81分 好 這北美 我們看一下 好 他這邊是地區說明 好 不用再問了 我們就是 東亞地區 China Hong Kong Japan Marco 然後Morgolia 然後South Korea 跟台灣 好 Cray SmashGG Account 先 創個帳號 Enter Email Adjust Create Password Confirm Password Sign out 去你的Email 做那個 確認 好 第八條 看不到 看不到 第八條 第八條 Enter your email and password to confirm your application OK 好 反正就是線上的註冊流程 我們等一下來跑一遍 Create your player problem Enter your Gamer Tag Enter your contact import Enter your first name and lesson name 反正就是打名字啊 國家啊那些東西的齁 好 他這邊有大概一個圖示齁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照這個圖示來跑 好 這圖示太小了 好 反正等一下我帶大家看 好 你的ID啊相關東西 好 看一下 一些條款的東西 OK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Label out的一個帳號 好 對不起 會有一個SmashGG的帳號 就Label out的 然後進來這邊 然後 Clear Torment to build your履歷式 image 然後下一個就是Online Test Torment 哦 他這個是Test 學你的國家 看一下這頁 這個我可能要等一下進去看一下 他這邊會教你怎麼去回報你的分數 其實他那個網站跟那個我們平常在用那個Changelo的網站 基本上差不多 基本上差不多 好那這邊一樣就是啊 有什麼問題啊 就是E-mail給他們啊 什麼之類的 捏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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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 開房 60秒 然後 然後 設定那個最多兩個人 然後一個邀請房間 邀請你的對手帳號 然後 然後you are now ready for next battle OK 廢話 communication process discard can 也就是說他可以用discard discard然後 for efficient access we use our online worldview discard server to communicate with us we can streamline all flows 好 大概是 簡單的說他這邊就是提供一個discard部分 然後大家可以去加一下 那我們亞洲這邊就是twt-asia 亞洲地區這邊就是這裡 discard link discard link 那等一下大家都可以進去這邊點一下看看 因為我剛剛網頁有丟給大家講 看一下喔 那這邊應該是指斷掉了吧對不對 discard test 看一下 對一樣就是你必須要有截圖阿 或是錄影阿 給他們官方的人去判斷 那他講的都是一樣 trouble shotting 這段是可能是spin上面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能要發訊息到這邊來 好 PS的話在這邊 然後X8的話在這裡 大家要需要自己再點進去看一下 然後如果他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歡迎發信到那個 LevelR這邊 好這邊應該最後一頁了 好 那事不多說 我就來報名一下給大家看 然後 嘿嘿嘿 網頁一定會叮噹一下嗎 沒有叮噹 好 重開一個 我的聊天室是不是掛到掛掉了 為什麼沒有跑出來 好 報名在哪裡呢 smash.gg 斜線 TWT online 這個 這個 我們來報名一下 他不讓我進去報名 安全電信 看一下 這邊他出不出來 可以 好 好 好 這是home 好 然後他這個網站旁邊 就有standing 就排名 然後是schedule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這邊看 好 這邊就是一些說明 還有那個discard的部分 好 那這邊join the battle 應該就是按這顆吧 他為什麼說我不是私人連線 他說這個連線不安全是怎樣 繼續前往 欸不對啊 沒東西啊 沒東西啊 好 我知道了 這邊啦 那個 左下角這邊 他這邊可以log in 扔註冊 所以我們這邊就給他註冊一下 所以我們這邊就給他註冊一下 這樣大家是不是都看到我的email了 好 沒關係啦 email看到不會怎麼樣 好 我先打passwall 好 各自外漏各自外漏 各自外漏 好 塞喔 同意喔 這邊記得打勾喔 塞喔 好 註冊 好 好 那左下角這邊應該就有東西了 那我可能必須要先去我的email那邊 給他確認一下 看一下 這個時候你回到你的email 你應該就會收到 然後他會有一個 CLEAR Click here to Money fee 就是按這裡去確認你的帳號 然後進來以後再一次login你的帳號 然後這個時候就要輸入你剛剛輸入的那個passwall 這很簡單一些東西 應該不用我家太多 不用我家太多 看一下喔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給他點一下那個 他這邊是不是有個三角形 沒有 這邊有account setting 左下角有account setting 然後這邊有個 profile setting 這邊 這邊 那這邊你就是可以去 比如說我剛剛已經有認證成功了 那我就可以去 比如說 就是 比如說你是玩什麼遊戲 之類的 Gamertag 然後個人的image Barnetimage之類 之類 然後你的festenet Fone number之類的東西 國家 這邊你就可以再把它 再把它完成一下 好 重點呢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Torment 這裡 Torment這邊 我通常沒拿出來 他一定要完成 看來他是一定要完成那個 資訊 打完才可以 對不起 Gamertag是玩家 我用翻譯 玩家代號之類的東西 好 跟我下 喔 好 然後前面他這邊 PREFX 他這個是指你的皮說 你有沒有贊助商之類 好 如果名字打下去的話 你可能就會有贊助商 好 那因為我本身是有創立戰記 那戰記的簡稱是TFF 那我可以打個TFF 這樣子 好 好 然後自己的First Name 那些你就可能 最好是 不要秀出來 我現在是在另外一個網頁做 登錄 然後等下登錄完以後 就可以讓大家去 進去看一下 所以說如果你手邊 也正在做這個事情的話 就是 應該不會 太難倒各位 然後他底下 就是畫面最底下這邊 畫面最底下這邊可以讓你去連結你的那個 那個Steam帳號啊 Twitter帳號之類的東西 然後看你不要給他連結 好 我快好了 快好了 好 因為主要是要讓大家看他那個報名部分的東西 基本上那邊就是創帳號啦 好 好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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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好我這邊卡佩爾康克 好啊我們這邊如果說你創好帳號這邊他們按一下 他應該這邊我都大概已經弄好了 像我這樣子我就已經弄好一個帳號 我就已經弄好一個帳號東西 然後他們這邊的話 左邊這邊按一下他們 然後你這邊就可以去找那個賽事所以我這邊我們來找一下那賽事在哪邊 看一下 Such Taken Taken還蠻多的 Taken窩頭 好吧 Taken窩頭 A Taken窩頭 我已經 打開快找到了 请大家按一下这个satch 然后satch部分呢 请大家帮我输入Taken World Tour 2017 2017 就像我现在在聊天室打Taken World Tour 2017 这一个 这边输入看看 然后输入 然后你就会找到这边他有什么地区的呀 澳洲啊 烧射什么有的没大堆 反正我们这边呢 要看一下他这边是 亚洲地区应该是ESTA什么的这个 我确定一下是哪一个 他还有分平台 他字不够大 这边的话 等大家讲一下 你会找到很多个这个 平八头 那你就看他这边他是写 ESTA的 EAST 对不起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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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东亚地区 然后你点进去以后 比如说这个点进去 你看一下他最右边 像我现在点下去 最右边比如说这个是插霸平台的 那你可能就要跳回去刚刚那个网页 然后再去找你要找到的是那个 比如说你要报的是 PS4平台还是steam平台 好 好 那比如说假设我要报的是steam平台好了 然后等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报steam平台 好比如说 我这边找到steam平台 Hacken World Tour Online 2017 然后东亚 然后steam平台 然后我们往下 这边就有特别讲你的地区必须要在这些地方 然后9月10号 然后他这边写的时间呢 应该就是亚洲地区时间 下午4点 然后9月13号晚上7点 那是决赛 然后报名截止直到下午3点之前 好报名截止直到下午3点之前 好就是这边有了没大罪 那请问一下按哪一颗报名的应该是这个 右上角绿色这一个 我现在给他按下去看看 那他这边就请我这边 看起来很帅名字之类 A.D.D.Lugation Note 好好那不管 好台湾 好我这边是高雄 好有力需要的打是不是 好804 OK没问题的 我OK的 好 然后按continue 然后这个比赛是不用钱 network require 然后 steam ID都有了 因为他这边会要求你输steam ID 好啊如果你有去绑 像刚刚你有像我刚去绑 帮你steam的话 就很简单 我帮你PS 他没有绑PS 他可能PS 就要输你PS ID 所以steam ID他这边可能就直接 就帮我把他加上去 很方便 好按continue 好 然后 your card Taken 7 好我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好 complete ok 然后你就可以share 好你说我share到Facebook 然后我可以share到Twinkr Twinkr 好把我引收书 好 所以这边呢 就是大概流程啊 所以我这边已经确定我有报名一个铁拳漆的一个赛事的部分 好啊这边左上角开提醒我 铁拳漆哦 9月13 9月10号到13号 好这边就有一个类似像这个名字之类 OK 好 那说明到这边 那最后就是平台分析啦 平台分析 如果你刚刚有不照的步骤去走的话 应该都可以 很顺利的报名成功 那你又问我说那我到底 小迪我到底要到哪个 我到底要报哪个平台 好 好 第一个 你先看你有什么主机 好 首先如果你只有一台 就是你只有电脑 或是你只有PS 或是你真的只有X8万 你很勉强在玩X8万 可以 你就报你的平台就好 第一要求如果你只有一种平台 不要特地为了这个比赛去买另外一个平台 好啊你要等朋友借我就 我也无话可说 好 第二个部分呢 如果你同时拥有两个平台以上 好 同时用两平台以上 我告诉大家目前这三个平台优异点 PS是平台对不对 他具有的稳定性是最高的 好他具有稳定性是最高 稳定性 我讲的是稳定性 然后大家比较都不太会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对手呢 算是比较平衡一点 就是说有 呃有非常厉害的高手也有 然后实力平平的也有 好很多 第二个steam平台 steam平台部分呢 会有非常多高阶的日韓玩家待在steam平台 就要三位部分 就去看排名就知道 那我相信他们 也会去报steam平台 所以steam平台一定是里面最硬 一定是里面最硬 好 第三个 插霸平台 插霸平台我都不得不讲一下 好因为插霸平台部分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 因为刚好我们是在 东亚地区 买插霸 玩插霸平台的人 非常少 那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如果真的有插霸 我去报名 然后再打的人就会很少 好 再打的人就会很少 那上去的机会也会比较高一点 大家稍等我一下 那所以 如果你真的有插霸 你要去报插霸 我没话说 你只会发现报名人很少 那或许你很有可能 机会有去抢到本 但是 不要忘了我们这一区有日韩 日韩这两个国家存在 那些职业选手他们也有可能会把我这个想法 就去报插霸 就去报插霸 那你可能就会遇到魔王之类的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不敢给大家保证 好 好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 针对这个比赛流程报名部分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啦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在 呃 可以在我的 脸书这边 留言或是私讯给我 那如果你有在我 我创立的赛群里面 铁群赛群里面的话 也可以在赛群这边 做询问 OK吗 应该大家都 懂了吧 那没什么大问题 我现在先关台 因为这临时新开台 我今天等一下还有事情 虽然今天休假 好啦 那没什么问题啊 大家就先这样啊 工作如果今天还上班的话 下午工作时间愉快 OK 拜拜